静在生命电视台 爱与快乐的源泉 对佛教行者来说 目标就是要培养这种真正的悲心 及希望另外一个人安康的真切心愿 无论他人貌美或平凡 友善或狠独 他最终跟我们一样使人 都想要快乐 不要守护 并且他们去除苦痛 获得快乐的权利也和我们一样 当你体会到 一切友情在求安乐的渴望 和获得安乐的权利上 都是平等的 你自然就会感觉到同理心 及跟他们的紧密契合 让你的心习惯于这种全面的利他精神 就可以培养出对他人的责任感 你会想要主动帮助他们克服难关 这种心愿并不是选择性的 它平等适用于一切友情 只要众生跟你一样 会经历到快乐与痛苦 就没有理由去做分别 或因为他们的负面行为 而改变对他们的坏坏 只要有耐心和时间 我们就有能力 培养出普世的恨心 我们的自我中心 分别并执着我的坚实感觉 根本上是会阻碍悲心的 要消除这种我直 我们才能体验到真正的悲心 人类终究是一体的 这个小小的星球 就是我们唯一的家 要保护我们这个家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强烈体会到 全面的利卡精神与背心 唯有慈悲心 才能去除人类彼此欺骗 与苛代的自知动机 如果有真诚和开放的心 自然会自重 自信 而无需恐惧他人 我们对爱都有相同的需求 在此共同的基础上 要感受随处相遇的每个人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真正的改变 首先就要由个人的心理开始 接着再试着对人类做出贡献 利他行不仅是宗教上的理想 也是全体人类不可或缺的需求 慈爱与悲心是普世的宗教 不论有没有宗教信仰 每个人都需要人的慈爱与悲心 因为悲心给我们内在的力量 希望和新的领解 因此人人都需要悲心 常怀众生恩 报众生恩 包括两方面 报四种恩 报他人恩 报答除了人类以外的一切动物的恩 佛教讲缘起 世间万物都处在多种因果相续 相连的关系之中 互相依存 息息相关 都是一种和和故事的关系 就我们当下的生命来说 没有世界上所有人的恩惠 也就没有我们自己的生命 这仅就人与人之间互为生存的条件而言 所谓法部乌齐 仗景方生 一点水若不使干枯 只有放在大海里 才能永久存在 人不独活 因缘而生 只有在他人和社会的帮助下 方能生存 每个人之所以 能够安居乐业 是因为有无数从事各行各业的人 心情劳作和密切配合的结果 所以佛教讲自他不二 把生命的生命的当下 推向遥远的过去 我们同一切众生的关系 就不仅仲可思 breathe 突然也是 从无始以来 与我们有关的人真是无法统计 面对云云众生 既有我们过去身中的父母 也有我们过去身中的朋友兄弟等等 所以我们对所有的人都应看作是我们的亲人 是我们的恩人 常说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值得反省的是 人人都在为我 我是否也在全心全意地为人人呢 能够很好的体会到这一点 做到这一点 就是自觉地报仲神恩 报仲神恩还应该从人类扩大到一切动物 这是佛教报恩智慧的独特之处 我国的儒道表家 还有国外的一些主要的宗教思想 根本没有触及这个问题 将报仲神恩的唯有佛法 动物的生存和人类的生存是一体的 当今地球 动物准备的大量减少 实际上给人类的生存 带来了严重的危险 以佛法的因果观来看 正如每一个人 都可能曾经是我们的亲朋 每个动物也同样可能 与我们互为亲友 大称本身心地观景 报仁品 是专门讲报仁的 其中最令人感动的 就是教人要使众生弱负 因此既然知道父母恩仲要报价 所以也应该报仲神恩 善男子 众神恩者即无始来一切众生 轮转于道 经百千节 于多生中互为父母 互为父母 一切男子即是死父 一切女人即是悲悲 习生生中有大悲骨 犹如现在父母之恩等 无差别 此经的祭奏语 一 有情轮回身六道 犹如车轮如始终 或为父母为胆女 世事生生固有恩 二 如见父母等不知 不振甚至无有事 一切男子皆是父 一切女人皆是女 凡夫属子 由于智慧力不够 死生 我们生而死 死而生 身身世世 改头换面 自然不能认识 累生累劫的父母 佛经中说 独汉有隔音之母 菩萨有初胎之婚 菩萨行者 死后转身人间 尚且是昏昧的 正果罗汉 转身硬化人间 一战忘失过去 但圣者与凡夫所不同的是 以遇到机缘 略为鱼尹叠写 立刻就可恢复记忆 这就是所谓的素食通 清代高僧 醒安大师 在劝发菩提新闻中说 今之披毛带脚 安之非习为其子物 今今之如洞眷飞 安之不曾为我父父 佛教认为 在人去以外的古趣 地狱去 恶鬼去 畜生去 阿修罗去 天去中 不论哪去 都有我们的父母 诸如此类的事情 在佛法 在佛法 因果律中 不胜畏惧 在劝发菩提新闻说 我与一切众生 无始以来 故为眷属 父母 六亲 乃至私友 而彼众生 常为我身作大美意 或顺我质 令我欢喜 或逆我质 令发道义 又能视线一切 极苦相貌 令我惊觉 不神贪着 发于阿妞多罗 三秒三菩提心 事故众生恩德 亦付无量 不可言说 佛弟子 应时常提醒自己 面对众生 要牢牢记住 上报两个字 修行者若把自己 摆在众生之上 只能下话 不能上报 就曲解佛陀的教化 因为若无众生不持 莫说修行 连活着都十分艰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老振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月功德日 善恶行呈一千万倍 求戒拜颤除诸帐 击守礼拜观音前 千处有求千处印 灭罪消灾罪吉祥 佛教慈悲至业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传授八观哲戒 即礼拜大悲惨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声众 共同领众 7月20 星期四 8点半传授八观摘戒 13点30分大悲惨法会 地点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栽法义共募福恩 慈悲至业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举办传授八观摘戒 即佛学讲座 日期8月6日星期日 上午9点 传授八观摘戒 即蒙山诗时 恭请战山法师 战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下午2点 佛学讲座 讲题阿弥陀佛48大悦 恭请战江法师主讲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选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栽法义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聖 email 赞阿弥陀菩萨 赞阿弥陀佛45 赞阿弥陀佛 阮 赞阿弥陀佛 mash Y ré 心无旁物的 专注于修持殊胜的佛法 听闻的人们 他将在死亡之后引导你 振胜之青春年华 赐予我们健康和力量 热切地想要享受人生 我们怀着不灭的热忱 竭尽所能地来增加财富与权势 对一些人来说 达成自己的目标 同时意味着要损害他人的利益 然而在死亡的时候 我们将了悟 所有占据我们心神的事物 是多么虚荣无疑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要回头已经太迟了 致美的事物 从未能够诱惑死亡 致具的财富 无法会落塌 致大的力量或权势 无法迫使死亡等待片刻 一国之君也必须遵从他的召唤 他将卸除将军的武装 即使他拥有一个威力强大的军械库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在一生中所获得的灵修绝授 是唯一的助力 赶快 让我们在老迈夺走体能 与智力之前修行 让我们背弃凡俗生活的迷惑与幼稚散乱 全心修持佛法 那么在死亡时 就会如无与伦比的 刚博巴大师所说的 最好的情况是 我们将了悟究竟本质 及法身 中等的情况是 我们肯定将投身净土 充满喜乐 如同孩子回归家园 最差的情况是 我们将了无悔恨 因为我们已遇见丧失 并如实地修持 他们给予的法教 让我们从此时此刻开始准备 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所领受的法教 将能够派上用场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无法保证 无法保证 保证明 无法保证明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